国民党部分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在平安夜这一天到屏东驻讲 现场有相当多人 而即日挺郭的议长周典论他也到场驻镇 而洪友宜的部分则是在中部在台中继续拼 针对民众党对手柯文哲谈话内容积极拉拢韩粉 甚至还说韩国瑜曾经是他副手搭档的可能人选 洪友宜要柯文哲多尊重自己的副手 而赵绍康在其他辅选行程受访的时候跟表态说 郑蓝军的韩粉才是真的韩粉 赵绍康动手 建议到支持者一一握手打招呼国民党副总统赵绍康 平安夜指导绿营执政的屏东县东港参加造势大会 而昔日挺郭议长周典论也再度回归呼吁相亲挺好康 大家都知道 刚才开始我是支持国台民生 我们不能定期 我们定期会称赵国民党 来就支持国民党 赵绍康到南部展现高人气 重申两岸要和平就不能投给民进党 赖清德说这边不会到前线了 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 什么前线后放 打起仗来都为马龙前线 至于蓝军主帅侯友宜 24号白天则是前往台中参加逝世大会 合体妈妈市长卢秀燕 面对柯文哲抛出曾找韩国瑜做副手一说 侯市长要柯P给点尊重 赵绍康更是证明 郑兰军的韩粉才是真韩粉 绝对不是投机分子 所以韩市长昨天也带着直播主 也讲这才是正台的直播主 有些是冒牌的 超级花青界线 就是为了避免被民进党抢票 而近期民进党又紧咬侯友宜的居住正义立场 批评凯旋苑房租涨价 甚至一平租金比101大楼还贵 赵绍康也毫不客气回击民进党 你不要把非法跟合法混在一起 如果是直接由侯太太跟文化签约 房租一定比现在低 通通是被民进党逼得出来的 依华缴税 华林大家检验 侯康选战方针明确 打绿直球对决 打白不主动出击 记者中文 黄卫财 台北财务部导